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真心修,真心在这里修 这个地方是个道场 那么将来,学院这边以念佛为主 山上学院那边是以结门为主 在那边研究经教 在下面我们认真念佛 皆心相应 最好呢,是参加这个念佛 打着十个佛妻的 先到山上去参加七十天佛学讲座 第二次再下来呢,参加十个佛妻 那不一样啊 有解有心啊 我们希望将来向这个方向来发展 只要大家认真努力 现在最迫切的,是我们一定要诚心诚意 放下一切的悟念 不善的念头 念佛 求佛菩萨加持 化解这一次的战争 这比什么都重要 要知道这个战争爆发 把整个人类造养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旧路 你都没办法避免 没有地方逃难 一定要知道啊 那么诸位同学 明天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希望 把这些讯息 带给大家 传给大家 人 这一次 真正能做到 没有一个敌人 没有一个敌对的 你做人成功了 你还有这个人看得顺眼 那个人看得不顺眼 你是凡夫 你一休闲没功夫 要修到什么呢 看人人都是菩萨 人人都是善友 人人都是恩人 永远存着尊重的心 敬爱的心 报恩的心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我 你在佛法得受用 头一个受用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的相貌变得像菩萨一样了 你的身体 金刚不坏身 你的形象自然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能够明显感触到 你的一报正报都变了 好 稍稍有一点功夫的人 能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烦恼业障深重 他懵懵懂懂,他不知不觉 心地稍微清净,心地善良看出来 那么我跟大家说的话呢,就说到此地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夜心念佛,回向世界和平 谢谢大家